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金 今天要來做什麼呢? 今天什麼也不做 要來帶大家直擊阿金的壁面花園營運總部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我背後這些就是我們的種子櫃 我們從一個保鮮盒開始 兩個保鮮盒 到很多保鮮盒到現在的種子櫃 種子櫃在總部的最深處 這裡冷氣24小時開放 廚師機24小時運轉 溫度維持在23到25度 溼度維持在50%到60% 有人可能會問 種子不是冰冰箱保存最好嗎? 的確,以前花園的種子都是冰冰箱保存沒有錯 但是後來發現我們每天都會出貨 每天都會包種子 種子要從冰箱拿出來 等到出完貨再冰回冰箱 然後就會看到保鮮盒在冒汗 夾電袋在冒汗 種子上面也會有水氣附著 反而不利種子的儲存 而且不是所有的種子都可以忍受低溫 像是一些熱帶植物或是木本植物 這些植物的種子只要一遇到低溫就會直接震亡 阿金自己就冰死過很多鳳凰木的種子 接下來是五個花園最常見的問題 不一定,因為我們品項很多 目前也沒有死甲DK讓我種 很偶爾啦,我會拿一些種子來種種看 那如果有苗的話就會上架開放購買 但通常很搶手,所以手腳眼睛要快喔 原則上商品只要在架上 有數量都有現貨 可以直接下單購買 不用客氣 原則上只要在當天中午12點以前下單 並完成匯款 當天就會出貨 如果商品或是庫存有什麼狀況的話 出貨人員會傳送訊息告知 看是什麼狀況 要怎麼處理 才可以趕快把商品收到花園門手上 然後郵寄跟宅配 在出貨日加一天 也就是隔天會收到商品 操場只是加兩天 也就是後天會收到商品 我可以感受到大家非常的飢餓 所以這一年多來 花園也引進了很多奇特 又好玩 又可以吃的植物的種子 種子如果依食用性的話 大概可以分成三大類 像是拇指西瓜 刺腳瓜 檸檬小黃瓜 這些是可以食用沒有問題 再來 有些像是彩虹玉米 這些本質是可以吃 但是比較屬於是觀賞用品種 口感可能不太好 不好吃 最後這個我就佩服了 根本看不出食用部位是哪裡 你們就先種種看 等你們吃完 再來跟我分享囉 天啊 這真的是我覺得最揪心最頭痛的問題了 花園的種子進來的時候 都會先經過篩選 包括種子的外觀是否完整 有沒有發霉 種子有沒有飽滿 還有些很明顯 魚木混珠的種子 像是買綠豆送來是紅豆 這種買甜椒送來是瓜類這種 這些種子都會被淘汰 不會放到架上 進貨的時候 我們也會依據種子的產季 引進當季的種子 所以有些種子賣完就必須等到隔年才會再引進 種子的保存就像我剛剛提到的 我們儲藏在低溫低室的環境下 讓種子的壽命可以延長 而且我們也會定期每一季太除一些狀況不好的種子 除此之外 賣場的種子都是從國外飄洋過海而來 發芽率一定是沒有辦法跟國內種子相比的 如果你很在意 建議種紅豆或綠豆 會比較有成就感 而且賣場大多都是特殊植物特殊的品種 發芽會比較有難度 再加上個人栽培的環境影響 可能太濕或太乾 戒指沒有清潔、太冷或太熱 各種栽培因素都有可能影響發芽率 所以下標籤請三絲 最後都告訴大家 今年是阿堅的便秘花園十週年 接下來會有一連串的優惠活動 大家要密切關注我們的臉書跟LINE動態唷 就這樣啦 掰掰 對 大家要密切關注 秋風 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